让我想想 我和谁关系不好来着 等你想到了再随时告诉我们 先走了 玛格丽倒是没有挽留 左右看了看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容器 直接端起装满糕点的瓷盘 交到李翘的手里 姐妹 初次见面 理心情欲重 就这样 李翘捧着玛格丽公主的心意 面无表情地走出了私人茶室 席罗在她身后笑得不行 偶尔伸手捞一块糕点往嘴里塞 等他们上车了 李翘的手里就只剩下一个空盘子了 他看着车窗的按钮 琢磨着是线在扔 还是路上在扔 席罗看懂了他的意图 那可是英帝皇室流传下来的御用瓷器 少说百年历史 千金难卖哦 李翘收回视线 顺手把盘子塞进了座位后面的收纳袋里 还不算傻吗 你这次来英帝特意为了帮我 我帮你什么了 是吗 那你还真是菩萨心肠 那你叫一声菩萨姐姐让我听听 席罗这种女人 你永远不能用常人的刺猬来窥探她 李翘虽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但也明白她绝无恶意 下午皇家别院书房 什么时候回国 有事 没事就不能问 风意事不关己地协议着扶手 心不在焉的神犹太虚 她在想一件很重要的事 玛格丽公主居然要嫁给柴尔曼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着她这个校园抽练的面 公然和柴尔曼翩翩起舞 两个人看起来狼情惬意的 她脑子里都是草包嘛 抖得 赫尘放下腿 照着风意的膝盖踢了一下 你睡着了 你能不能绅士一点 嘿 老子什么德性你不知道 风意懒得和她计较 我先回家一趟 以防他们起疑 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不是早就起疑了 风意携她一眼 挺胸抬头地走出了别院 日暮西山 别院地下私人影厅 我建议尽快带李哥 去一趟医学联盟 李翘抬起头 眼神微凉 偏了偏脸颊 问尚遇到 咱爸什么时候来 快来 男人双腿交叠 神色冷峻 逆向苏莫时 沉上开枪 你有多大把握 不好说 但他的病症反应 看起来绝不是感冒 那就明天吧 一起去密斯小镇 让他去检查检查 总好过胡乱猜测 也说不定 是我草木鸡兵 李翘神色未动 内心却有些沉重 昨晚在功能区的小吧台 灯光昏尘 酒色迷离 他确实没有注意到 云里有任何异常 现在想来 他红润的脸色 可能只是酒精作用的假象 这种东西打脸色 这种东西在 并不过